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徐怀宇姐姐和黄丽玲姐姐不用跳舞 但是两个人有很多合音 同样也需要反复练习 两个人合在一起好好听 浪姐更新四公后 姐姐喜爱度排名 徐怀宇排名18名 对此由K心怀感激 选区大家一致认为徐怀宇应该发挥自己的嗓音特长 与黄丽玲的合作也是粉丝们恶见的 撕开伤口是需要勇气的 普罗大众不会想看卖惨 大家想看到的明星是完整的 自洽的 处理好了自己问题之后 又能带给别人能量的 出道20多年的徐怀宇也深知之一点 从来只把过去的伤痛放在心底 好不容易提到家庭 也不过短短几句 禁决任何过分渲染的词汇 哭也不敢哭太久 她的目的只是为了解释自己的慢热 给节目组和大众一个交代 这样的她会惹人爱也惹人疼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在哪里啊 我现在在录的我们陈峰2023的宿舍 我就唱了你唱的那个主题曲 不要再孤单 然后 她现在在我旁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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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因为我想说想说 看就是问问你 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的故事是什么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 学生谈恋爱的那种感觉 就是从前面的主歌 有点在低影可能在树下啊 然后在更喜欢的人唱啊 然后大家的印象就在这里 然后现在可能是我们两个唱的时候 可能带入进去的时候 陪伴是好朋友 然后共同喜欢唱一个男生 哇 但还是要你们自己要唱的开心 我也会会会会 会会会 我听到是你的歌马上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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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